2月13日 陈妍希分享了自己带儿子一起去看电影时的合影 最近她一改往日低调 开始参加综艺节目秀恩爱 晒娃频率也上升了许多 陈妍希带儿子去看了阿凡达2的4D电影 对这部影片赞予有加 她感慨儿子小猩猩看4D影片时才只有6岁 而自己当年看4D电影的时候已经24岁 至于看了什么也早就记不清了 陈妍希首支电影票拍照留作纪念 小猩猩站在妈妈的身后 双手举的老高 肌肤白皙 见眉心目像极了爸爸陈晓 另一张照片中 母子俩都咧嘴笑了起来 陈妍希还是那么温柔 但是小猩猩完全变了模样 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 当然帅气依旧 母子俩大脚和小脚相对 陈妍希的鞋子很中性 打扮十分接地气 陈妍希还偷拍了儿子的身影 小家伙对影院里的各种雕塑充满了兴趣 防着小脑袋张望 就连背影都像极了陈晓 网友们纷纷感慨 孩子长得真的很像陈晓 第一次看见猩猩酷酷地笑 去年小猩猩生日的时候 陈妍希罕见曝光了 儿子二岁时的正面照 母子俩一起追世界杯 小家伙长得越来越帅气 陈晓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要事业心有事业心 在娱乐圈的口碑很不错 但是年长四岁一个月的陈妍希 过去的感情生活方面 绯闻就比较多了 所以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们都不太看好 不过这么长时间过去 陈妍希没再有过负面新闻 同样都是来自台湾的媳妇 陈妍希比大S乖巧得多 追随陈晓来到内地 而不是带着孩子长期定居在台湾 与丈夫分隔两地 虽然两人隔三差五地 还是会被造谣离婚 但是陈妍希最近参加综艺节目 分享了太多恩爱的细节 例证感情依旧 比如两人这么多年来 所用的头像都和对方有关 陈妍希用的头像是两人的属相 陈晓用的头像是两人在拍摄 《神雕侠侣》时的私下里的搞怪合影 陈晓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从没想过结婚成家 但是看到陈妍希之后 她却突然改变了想法 陈晓说自己就像贝雷提到了一样 此次陈妍希也透露 自己被陈晓表白的经过 是在拍完戏之后 重聚一起做宣传 被陈晓示爱 我觉得你长得很像我老婆 这情节听起来就很像偶像剧 如今两人的儿子也是一个小奶奶 最近她表白陈妍希说 自己要等到39岁的时候再娶妻 这样就可以陪妈妈久一点了 和陈晓一样擅长情话输出 陈妍希多年前就说过 神二胎是计划之中的事情 但是如今她已经39岁 再不抓紧的话 或许就更难上加难了 近期陈妍希加盟的一档综艺彻底火了 恋宗半熟恋人二热播 除了客宿人嘉宾的CP外 现场围观的嘉宾们 他们也非常有故事 无心杜海涛会暴露他们相处的小日常 陈妍希 王子文 乔欣 也会对抛出来的情感问题 发表自己的看法 还有磅礴 她没事抱个梗 很好地调节了气氛 在半熟恋人二中 陈妍希曾三次提到她和陈晓的感情 让人记忆犹新 而这些细节中 或许能看出他们婚姻保鲜的秘诀 陈妍希第一次提到陈晓 是被问到两个人是怎么开始恋爱的 陈妍希说 在拍完神雕侠侣后一年时间 他们都是保持联络的 一年多再次见面 陈晓很知求地对陈妍希说 你好像我老婆 而那阶段陈晓恰好在中国台湾拍戏 两个人有了再次亲密接触的机会 这段感情就是这样萌芽了 陈晓比陈妍希小四岁 她对待感情还是挺慢热和谨慎的 两个人算是殷惜深情 但是却并非是在拍摄期间就打得火热 就已经开播才在一起 可见这段缘分是不浅的 陈妍希第二次在半熟恋人二中说 陈晓是关于梦华录 当陈妍希被问到 是否看了梦华录时 陈妍希表示她只看了前十几言外之一 十集后陈晓 刘亦菲的感情戏多了起来 她也是怕自己看了吃醋 影响服气感情 陈妍希最机智的地方是 当被问到她 最刻陈晓和谁的CP 陈妍希回答她刻陈晓与王一博 陈晓和王一博曾合作过《冰与火》 这部剧中陈晓没有感情戏 但她的演技却颇受认可 陈妍希真的是谐内助 她是懂得说话分寸的 也懂得试试对老公进行宣传的 当然观众还是喜欢看陈晓演感情戏 尤其是梦华路热播时 很多观众很刻陈晓 刘亦菲的CP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剧中顾千帆与赵盼儿有很多感情戏 他们的眼神都拉丝了 可见当时演员也是入戏挺身的 估计这一幕让陈妍希看到 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陈晓 陈妍希都是演员 而且他们也是以拍偶像剧为主 作为妻子 陈妍希其实知道陈晓在拍戏过程中 是不可避免与女演员有亲密的肢体接触的 但是陈妍希也是很聪明 她不会为了所谓的表演而小提大作 在一起就给对方充分的信任 这反倒是一个女人最聪明的做法 演艺事业对一个男人而言 其实是很重要 影视圈就有一些演员 他们结婚后会尽量避免拍亲密的戏份 不过目前来看 陈晓并没有太多的景气可见 陈妍希与陈晓的婚姻 彼此信任也是他们婚姻稳固的原因之一 演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